在會館裡忙著佈置 林堂家屬低調不現身 前立委朱高正二十二日晚上 大腸癌病逝 享受六十七歲 曾經在立法院 和朱高正為同事的前臺北縣長 尤慶一大早就來到 林堂前免鄉悼念老朋友 劉卿回憶起過往 儘管和朱高正同獨立場不同 但彼此尊重不為敵 成了好朋友 和朱高正頗有私交的林振傑 也在臉書發文 肯定朱高正在臺灣民主運動的貢獻 林振傑還提到一九八六年 在周清遇佳 他提議立刻阻擋 朱高正就拿著音音紙 一個一個要大家簽名 加上他跳桌大鬧立法院 逼迫老立委退休 對國會全面改選起了關鍵作用 朱高正博士當時就臨門一腳 說今天就阻擋 得到很大的掌聲 所以對民進黨的阻擋 朱高正有臨門一腳之功 對長期的臺灣的國民黨到臺灣來的 這個沒有改選的國會 對國會的前面改選 朱高正也是有他的一定的貢獻 朱高正先生年輕當年很有勇氣 推動國會改革老賊下臺很有表現 我們祝福他能夠安息 就連行政院長孫昌都大讚朱高正 當年很有勇氣推動國會改選 一九五四年出身的朱高正 擁有德國波王大學法律哲學博士的高學歷 是民進黨創黨的元老 一九八七年當選第一屆增額立委 以暴力問政的風格文明 還曾經跳上主席台 成了第一個在立院開打的立委 一九九零年反台獨退出民進黨 隔年成立中華社會民主黨 主張統一 一九九四年代表新黨參選省長 不敵宋楚瑜 九十五年當選高雄立委 不過一九九七年新黨內訌 朱高正遭開除黨籍 甚至被指控是國民黨特務 朱高正否認一九九八年立委落選 退出政壇 新黨應該要用最明確的 最明確的方式 趕快處理 有關提出一中兩國主張的這些公子人員 一中兩國的提出啊 趙少康也難辞其咎啊 朱高正的大炮性格 讓他的政壇知名度始終維持高點 褒貶不一的起伏人生 隨著他離世而劃下句點 明天新聞綜合報導 更多精采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 電視頻